最近因为米酵菌酸中毒的事件 所以大家就开始好奇 那我们如果深入一点探讨的话 原来这个米酵菌酸 它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之后 它是会伤害我们的 很重要的一个胞器 就叫做粒腺体 我们来跟大家谈一下 什么是粒腺体 那粒腺体它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它的来源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一开始认为 在好久好久以前 可能有几亿年前 甚至更早以前 它原本是一个自由自在生活的细菌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跑到了一个原始的大的细胞里面 慢慢的变成大细胞里面 一个重要的构造 所以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内共生 也就是我们如果讲的有趣一点 不至于要那么精准的话 也就是有个细菌跑到我们细胞内 它没有把这个大的细胞给弄死 这个大的细胞也没有把它分解掉 彼此相安无事 它就变成是这个大细胞里面 一个重要的构造 那这个构造它做什么事情 它会产生能量 后来呢 这个细菌它进到了这个大细胞 这个大细胞呢 经过几亿年的演化 变成了我们这些生物 变成了大家熟悉的 你看到的植物 你看到的花草 你看到的虫与鸟 包含我们人 都是由曾经的那个大细胞 演化而来的 所以我刚讲的所有包含你说香菇啊 包含你说酵母菌啊 包含你说植物啊 包含你说枣类啊 花朵啊 狗啊 猫啊 大家熟悉的生活当中 大家熟悉的 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熟悉的 讲得出名字来的这些生物 大家的细胞内都是有一样的构造 在帮我们产生能量 这个就叫做立腺体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半自主包器 因为它原本是自由自在的细菌 我们刚刚就说了 在好久好久以前 我们没有办法精准的讲出是多久 那在好久好久以前的话 它进到这个大细胞里面 然后呢 这个大细胞在经过长时间 几亿年几千万年的演化 然后变成了我们 所以我们每个细胞里面 都有这个特殊的构造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内共生 所以它原本是个细菌 跑到我们的细胞内 变成我们一个重要的构造 帮我们做什么事情 帮我们产生能量 产生能量是什么意思 其实也就是帮我们进行呼吸作用 它把葡萄糖 用来产生大量的能量 供给细胞里面生化反应进行之所需 而这个能量指的是什么 其实它是一种化学能的形式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 比较粗浅的说法 就会说它是个发电厂 但它不是真的产生电出来 而是产生高能的化学物质 这个高能的化学物质 叫做ATP 叫做三磷酸腺干 或叫做腺干三磷酸 就是这样的化学物质 那种化学物质 就会说它是个发电厂的化学物质